一位男子发现一只头部长马鸡脚的生物,男子野外阿贤的时候,突然听到了一阵叫声。 男子一个人来野外探险,想必胆量还是挺大的,但毕竟是一个人,听到从来没听过的奇怪声音,还是让人胆颤的,但是好奇心害死猫,于是他悄悄的随着声音的方向,走去想要一看究竟。 男子看到旁边的草地上出现了一个全身长满黑色鸡脚的不明生物,之后就慢慢靠近,在看到这不是什么危险的生物的时候,男子顿时送了一口气,随后男子不断靠近这个小家伙,让男子想不到的事。 这个小家伙竟然一点也不害怕,虽然发现了男子但是并没有逃走,男子走近后发现,这好像是一只小鹿,在他的头部长满了黑色的鸡脚,看到这写下人的鸡脚男子顿时崩溃了,在看清这些鸡脚后,发现这应该是什么细菌造成的寄生虫,寄生在了这只小家伙的身体上。 想到这里,男子顿时同情其小家伙的遭遇,最后男子决定将这只小家伙,带回去,送到宠物医院进行救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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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